美国国会山警察开枪打伤一名男子 这个人当时在国会大厦游客中心的入口处 进行例行安全检查的时候用枪指向警察 有关当局已经确认这名男子是来自田立西州的拉利杜森 年年66岁并且说他被送往医院伤势严重 国会山警察局局长韦德·罗萨说 在场的一名女人受轻伤警察并没有受伤 韦德·罗萨说警方相信杜森是单独行动 并没有任何理由认为这种事件超出刑事犯罪的范围 在去年10月杜森曾经在国会山有违法举动和习警而受到指控 他被勒令不准接近国会山 在去年11月杜森并没有按时出庭 事发之后国会大厦内的人被告知要到安全地点躲避 警察封锁了国会大厦的入口 但之后取消封锁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